其实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他一起跳伞 但是 那一天我们最后一顿的晚餐 是最印象深刻的最感动的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起吃个晚餐 但是我们也的确是很久没有就两个人可以坐下来 就放空的吃个饭聊聊天 总结一下我们这五年过来的时间 有什么话对我来说吗 这五年来的你的感受 结婚比谈恋爱更好 就情绪有归属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我特别愿意当 你的这个 情绪的港口 再来五年 加油 就五年了 我觉得 这种 两个人的恋爱 两个人的夫妻生活 需要这种静下来 两个人就 聊聊事情的一个时间 全世界 这个是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已经 约定好了的 想要去全世界所有的地方 这个地球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可以去 包括中国内的也很多的地方 我们是去过 从沙漠的感觉到山到很冷的到很热的 很多不同的地方可以去 我们也可以去像埃及 或者一种完全岛的一种马尔代夫啊 或者一些冷门的很偏僻的一些奇怪的地方都想要去像北极也看看那个极光 但是我老婆应该需要需要给几年的时间为了说服她去这个看极光 因为听说这个为了看那个极光是需要辛苦一点整个路上有点久 哦那肯定的只要是他能长大到一个一个可以去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可以带他去一些像非洲的这种狮子王的那种 大自然的一种感觉也是也想要去体验一下 我觉得我们要体验的时候也希望可以让Lucky也一起体验